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从以色帖记第四章9到14节来灵修 上一集讲到莫迪改已经透过太监 要把犹太人面对的大杀戮 整个的细节来龙去脉 都转告给以色帖皇后了 不止如此 还特别叮咛以色帖皇后 不要袖手旁观 不要自知不理 你一定要为你的民族尽力 今天的内容从第九节就记载了以色帖的回应 以色帖就托这个太监 又叫告诉莫迪改了 他说国王啊在皇宫里面有一个规定 凡是国王没有请皇后进内院的话 皇后是不可以随便去的 必须要被国王呼召 皇后才能够去见国王 而我呢已经三十天没有被国王呼召了 所以我不一定有机会见得到国王啊 就把这一番话请太监转告给莫迪改了 可以想象的在哪里转告呢 当然是在朝门宽阔处了 意思就是朝门成为了一个情报中心了 莫迪改一听了 马上回应给以色帖皇后 当然也是透过太监传话了 在第四章的十四节 莫迪改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 这句话背后有很深的思想 是以色帖记背后的对上帝的描述 或者说这是一种神学价值观 莫迪改告诉以色帖 可能我们比较常常记住的是最后一句话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吗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前面那一句 莫迪改告诉以色帖说 你假如不参与的话 上帝会从别的地方 用别的方法 透过别的管道来拯救犹大人 不过你和你的父家就遭殃了 我们都知道了 以色帖有什么父家呢 父母早就双亡了 而养父养父就是这个大堂哥啊 所以你和你的父家 其实就是你自己跟莫迪改两个人嘛 意思就是说 莫迪改告诉以色帖 你有皇后的位分 这是机会 不过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假如用这个机会 被神使用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帮助犹大族脱离这个杀戮 假设你不这样做的话 其实上帝也不会没办法的 上帝可以从别的地方 用别的管道 透过别的人来拯救他的百姓 所以你好好把握机会 莫迪改这一段话 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是给我们看见 上帝不是没有办法 上帝不是只靠某一个人 不是只靠你一次天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不过呢 你现在有这个机会 你应该掌握这个机会 来献上你自己 被神所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侍奉态度 在今天 我们可能没有灭族的危机了 但是侍奉上帝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献上自己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才能 上帝必须要用我这个人 才能做成某件事情 不然上帝无所不能 上帝不需要用我们 倒是反过来 我们有这个侍奉的机会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来侍奉上帝 上帝没有欠缺什么 上帝是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来侍奉他 以色帖的确如此了 后面的经文会继续记载 他怎么样把握了这个位分和机会 来侍奉上帝 愿主也带领我们 今天把握我们的位分 地位 机会 侍奉上帝 不是上帝缺了我这个人不行 而是反过来 既然上帝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就好好把握吧 愿神祝福你 愿神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